好 观众朋友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我们先插播一个最新消息 在桃园大溪镇仁和路上一个工地 有一个沙包从高空落下 结果不偏不倚的砸中 当时在工地上的两个小孩 其中有一名幼童宋医居然伤重而不致死亡 另外一名则是还在急救当中 现在已经知道其中一名孩童是两岁 再待会有更进一步的完整消息 再为观众朋友做插播报道 好 的确我们看到常常都会有一些 让人意想不到的意外会发生 讲到安全带的使用 其实很多道理大家都了解 我们来看一下 包括乘车绑安全带要仔细的检查扣环 安全带本身有没有故障 而且要确实的扣紧 另外这个安全带要怎么绕 刚刚旁德有讲 要绕过肩部腹部以侧安全 不是只有腹部而已 那么遇到交通事故 无法挣脱安全带切勿使用蛮力 因为安全带的设计它越拉越紧 寻找身旁是否有利器剪断可以割断 还有如果安全带缠住脖子造成了呼吸困难 先轻轻拉开安全带 好 让呼吸保持顺畅待员 等待救援 好 这个是须知 不过真正碰到事情的时候 一鸿有的时候还真的是不太知道 怎么去应变 其实人应该自己本身就要有危险的观念 我是不太赞成说 什么事都用立法来规范 那有些人是因为车子很好很安全 开车反而不小心 反正我车子很好 发生危险的 别人发生危险的 我撞了自己是安全的 他有时因为你安全过度保护以后 他自己对危险的这种观念反而越薄弱 那有没有必要都用立法来规范 要立法规定要有这个配备是很简单的 因为这个查得到不管验车啊什么样 你没有这个配备就不准进口 或者验车没有这个配备我就处罚你很简单 但是对于这民众到底细不细啊 他是有困难的 你假如说法律很严格 但是他会罚的很重 他会造成执法的困难 那有些人不计因为你做不到我 你再严也没用 那你很轻的都用劝导的 你又丧失了这个立法的这个原意 那我如果说叫我去做一个 有安全设备很好的车子 但是那个驾驶 我开车拼命三郎一样 跟坐一个车子安全配备也没那么好 但是驾驶很小心 就驾驶人的态度 他的驾驶 我宁愿做那个驾驶很小心的 但是配备也没那么好的 那今天发生很多的车祸 连后面都造成孙隋芬这种车祸 那是百年难得一见了 那从对面车子跑过来 又撞到他还转成这个样子 那个真的系安全带就一定不会发生危险吗 我看也未必 旁的我们刚刚特别看了这个手板 里面的确就是说当发生事情的时候 这个安全带它没有办法被挣脱 它反而把你勒得更紧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 其实反而更着急啊 还说要用剪刀割断 车上戴剪刀 其实不管是安全器或安全带 刚开始被发明出来的时候 都有造成一些争论 就是说他真的是完全提供是安全 没有任何危险性吗 都有这样一个争论 只是说后来发现力还是大于弊 有时候刚才提到安全带 对啊你平常一上这一扣 你都觉得是ok的吗 但是你真的在撞击的时候呢 这么用力的拉扯 有没有可能在那个时候经过拉扯之后 这代扣就卡住打不开 坦白说这几率当然是有的嘛 当然是有 那你说各车厂当然有做过一些实验 然后他要做到多好 也有他成本个好粮嘛 所以我只能说 我们在修车做很长时间 我们的经验 我们常做这种冲撞车的板金 什么什么的 我必须说我们经验显示 比较高级的车的确比较少发生 在撞击之后仍然卡住的情形 那比较平价的车款 的确比较常见 平价到多平价 这个我讲不要太挑明说了 就是反正我觉得这是一个常态 所以刚才易鸿兄提到说 宁愿开一个可能平价 但比较小心开车 我觉得最好还是开一个 又安全你又安全驾驶的车是最好 比方说如果是六七十万左右的车子 是不是就够安全 很多人开这样的价位 一般的这种日系的国产车款 我们就归类为比较平价的车款 那我们不是觉得无意说他车就不好 只是说你硬要去比较上的时候 你说在这么用力拉扯的时候 失误率的确高级进口车 失误率是比较低的 这是一个常态 那至于说很多人讨论说 那我安全带要不要保养 说实在的安全带是一个结构 非常简单的东西 你也不太需要做一些保养的动作 唯有一个也是跟我刚才提到说 衣保板灯亮的情形是一样的 因为现在车越做越先进 以前就是反正有撞我就爆了 后来发现不行这样 有些可能撞的不是那么严重 我要看撞击力多少才要爆 后来就发展成说 如果说我一撞就爆那么大一颗 有时候反而危险 我在坐垫上那个感应器 我现在坐的人是80公斤 我就爆小一点 我坐的人是50公斤 我就爆大一点 因为体积不一样 你看零件越搞越多 现在连这个安全带扣扣不扣 都跟安全气囊爆不到有关 所以我刚才不是讲吗 你今天如果说 油绑安全气囊 油绑这个安全带的时候 你撞击的时候 原厂认为说 你透过安全带的拉扯之后 你跟爆开的安全气囊 碰的那个位置 是设计范围内的 就发出最好的效果 如果你没有绑的时候 可能造成危险 所以你不绑安全带扣的时候 根本是不会爆的 所以跟安全带有关的 我觉得可以保养 就是感应器的部分 因为里头 有些车也是有感应器的 你有卡跟没有卡 我应该想到就是 噹噹噹噹 不是噹噹噹而已 你可能没有挂的时候 它Airbag它也是不会起爆的 所以我觉得 唯有这个部分 就是仪表板上面的那些灯号 一定要很忠实的相信它 不要自己判断 自己为了不起 没什么没关系 怎么样自己做一些安慰自己的话语 然后不去做修理 或者听到保养厂听你的报价 一个感应器八千 噢八千噢 哇不要修不要修 没关系没关系 我没关系 没关系 你撞车 你因为八千块 你车上八十万的十颗安全器 然后全部都无效 我觉得一定要忠实的相信 不管电脑诊断 或者是医保板上面灯号 就不要音小失大 也千万不要拿命开玩笑 对 一定要亮灯 就所有安全系统都失效的 是好 另外我们再来看看 最近呢 这个三年之内 有统计 说倒车被撞伤的民众 大约有多达七千人左右 甚至呢 还有七十三个人死亡 伤亡人数 老人小孩大约就占了一半 那么要防止遗憾 再度的重演 现在呢 有立委准备提案 要强制要求车主 跟车商 加装倒车摄影机了 为了全面防止倒车意外 现在有立委要提案 建议车主跟车商 必须强制加装倒车摄影机 立委提案 加装倒车摄影机 要让车后六公尺 还有车子两侧 一点五公尺地带 不再是视觉死角 不过要装倒车摄影机 也不便宜 价格从六千到两万块不等 基于法令的这些 一些安全的需求 我们当然是支持 但是也一定会有一些成本的 会增加 但是因为 我们是支持这项立法 所以说我们也乐观启程 三年当中呢 我们台湾因为倒车 而发生造势的案件呢 差不多有六千件 那有七千人受伤 那有七十三个人死亡 而受伤跟死亡当中呢 有将近一半数呢 是五岁以下的小孩子 还有老人 杨毛住在杨身上 倒车摄影机如果列为基本配备 车价势必也跟着仗 不过为了安全 就看消费者如何选择 而保护别人也要保护自己 行车记录器 现在也正行 中止歌党救护车事件 意外让行车记录器爆红 成了汽车热门商品 只能说这年头 有图有真相 五岳更安全 中文型华明君 绿桥特别报道 好这个部分 也就是倒车摄影机 有人讲后视摄影机 它到底有没有加装的必要 跟我们刚刚所讨论的 这个后座的安全带 比较之下 必要性如何呢 其实像这个先进的 美国 他们其实现在呢 针对这个后视摄影机的部分 他并没有抢制的要求 但是可能预计 从2014年9月开始 那么所有在美国上市的新车 就要加装这个倒车摄影机了 台湾到底需不需要立法呢 我们不妨先来了解一下 庞德还是先从安全性 来请教一下 因为呢你说 这个是不是加装了以后 他真的可以规避 所有视觉上的死角 那如果说小小孩 很矮小啊 你几乎还是看不到啊 那真的装了以后 就看见看得见吗 对其实我们知道 早期是倒车的时候 什么都没有嘛 可能有些是会放一些 什么给爱丽丝的音乐 以前就只有这样子而已 后来就发展出 有啦 有音乐嘛 一些货车会有嘛 后来呢 大概从 大概五六年前就开始 大量的流行 就所谓的倒车雷达 他那种两眼式的 保银杆上挖两个洞 或者四眼式挖四个洞 就感应后方 嗶嗶嗶嗶嗶 现在变成大家 已经很依赖这个东西了 没有装倒车雷达 你几乎不会倒车了 变成这个样子 但那个部分呢 最主要还是在于 倒车避免碰到墙壁 这就是小孩子什么 比较没有办法感应 为什么 因为他那个感应器 他打出来是一个 一个类似锥形状的电波出去 等于说如果说你这个车 尤其是比较高的车的时候 你打出去的电波 其实基本上只对 基本上等于是垂直的距离 他是感应的最灵敏的 那上下其实灵敏度是不高的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 这个撞到这个小孩子的 或者是一些动物那些车子 多半都是高的休旅车 或者是一些货车 那今天如果装摄影机的话 因为摄影机我们看到 这种倒车摄影机 第一个他是广角的 第二个我们看到坊间在卖的 通常都是装在牌照框下面 是朝下方摄影的 所以我认为 我认为应该是 雷达跟摄影机两个都一起来 因为摄影机其实 说实在有些人 他就是很白目 他有影像要不理你 他不见得会看 但那个声音你非听到不可 你一定会紧张 我觉得应该两个都要装 但我觉得倒车摄影机 这个东西要普及不太容易 因为倒车雷达 我刚才讲 为什么五六年前忽然间就风气 因为很便宜 两千多块 任何车都可以装 他那个东西 你就放保险桿之后 他只是一个风鸣器 要逼逼逼逼逼 后面弄个双面胶带 你在行李箱 任何地方一贴 你就听得到 但是摄影机的话 你最少你车上前方 一定要有一个monitor 这不是每一台车都有的 那你今天如果要加装的话 包括工程浩大 包括可能破坏你的内装 甚至各方面的 然后成本什么 所以我觉得摄影机 可能要立法会 引起的反对声浪会更大 对而且价格为什么差这么多呢 这点请教一下静平 因为我们以前在跟开车技术不好的人讲说 你撞到无声就好了 撞到无声就是倒车 你碰到了 碰一声 你就知道你已经到了顶点了 当然不是指人 你如果是在路边停车 或是倒车入库的话 那像这种刚刚庞德介绍那么多 刚听完他讲 进口车跟国产车的差别 那我就会想到说 那我是不是要换车了 我车子的设备那么差 但问题就在于 不管是刚刚前面讲的说 你的安全带也好 到后面现在讲到倒车雷达 还有那个monitor 我们也做过一些国产车 国产车标榜智慧型的车 它不只倒车雷达 还有倒车影像 它甚至左边右边 你左转右转的时候 都有旁边的环360度的 那个汽车的周遭的一个影像 但是我要强调说 这些都是用钱堆出来的 就是说我们在买车的时候 它是一个选购的配备 不像安全带已经变成 几乎是标准配备了 但是倒车雷达 倒车的这个荧幕 你虽然说五六千块 甚至好一点的上万块都有 甚至你要左转右转一些 缓360度的车雷达 甚至行车记录器 这些东西你在立法的时候 就是有人提到说 你政府可不可以跟业者谈好 你这到时候消费者在买车的时候 这都是增加成本 当然羊毛会出在羊身上 你可不可以列为标准配备 而不是说我选购了之后 我买车之后 我还在从选购配备去加装 多少多少多少 然后变成这中间有空间 让业者甚至说业务员 可以去跟那个 那个买车的购车的消费者去谈 好像说有一些差价的空间 那这个标准配备就差很多了 好休息回镜王告 我们马上回来